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把这14段说成是洛曼地 我们听了觉得真的是荒唐一些可笑 如果台湾是洛曼地的话 那么台湾就是沦陷之地 那这不是等于他打了自己的耳光吗 台湾怎么是沦陷之地 那如果台湾是沦陷之地 现在是怎么沦陷呢 是不是就沦陷在所谓的绿缅帽部队呢 而要被解放的就是台湾人民 是 台湾人民被绿缅帽部队给控制了 或者被美国给控制了 所以需要解放军来解放吗 现在是美国说的这套理论 而不是台湾 也不是中国大陆说的这套奇特理论吗 周边 是 欧教授 大家都知道台湾现在事实上变成了 美国的一块海外的一块所谓的势力范围 基本上您刚才讲到说绿缅帽部队就是美国的一些特种部队呢 就驻扎在台湾 那么这个过去的八年呢 在蔡英文的执政的时候呢 基本上对于美国的所有的这样的这个战略 或者说美国是言听计从 或者说唯美国马首 是瞻 这大家都知道的 完全配合美国的做法 无论在全球战略方面 特别是在两岸的问题上 完全是美国的一个棋子 所以如果说今天把美国的这些军事专家也好 智库专家也好呢 他们把这个台湾当作诺曼比登陆的这样一个岛屿的话 显然台湾今天是在美国掌控下的 就是被美国占领的这么一块岛屿 等待同盟军 等待正义的军队来对他进行解放 所以这样的一个比喻的 有时候呢 我也觉得奇奇怪怪的 美国的一些军方也好 智库也好 各方面的人士 他们经常发布 经常发布一些自相矛盾的 我想美国应该说 主观上他不会把自己称为自己是恶魔吧 把自己称作这个和纳粹等同起来吧 他们当然不会这么做 但是呢 他的效果事实上 他就证明了这一点 比如说他要渲染 这个解放军准备要对台湾进行武统 要进行登陆抢滩的作战 于是他就渲染说 啊 什么 这个解放军呢 准备用诺曼底登陆的方式来 这个武统台湾 那事实上呢 他在这个信息里面呢 就把台湾当做了诺曼底 这个台湾的这个 这个西边的海岸的 就当做诺曼底海滩 那当初 诺曼底登陆 事实上就是正义的军队 从恶魔的这个魔罩里面 把欧洲给解放来了 当年诺曼底登陆 是盟军战胜纳粹德国的 一个重要的一个战役 是一个转离点 那么如果说解放军对台湾 抢滩的这样一个动作 是一次诺曼底登陆的2.0的话 那显然就是因为这个岛上 有恶魔在占领的这样一个这个道 所以需要对他进行解放 欧教授 是那我们看到啊 美国啊最近显然是心理地位不太正常 再不然呢 就是得了什么精神分裂症 我呢 是觉得啊 他们至少呢 是得了口慌症或者是强迫症 因为三天两头呢 好像每个礼拜 都必须要对台湾呢 所谓的台湾海峡被威胁论呢 发表一些有趣的言论 而且前后呢 说的话简直是第三导致 比如说他要台湾自己守两个月 又说他们可以派什么无人机无人艇啊 还有无人战舰啊 在台湾可以先守一个月 这两个呢 就是大相敬礼 接着呢 又说台湾啊 会被洛曼底登陆 这呢我越听越觉得荒唐 这种前后跌三导致 而且是每一周到来台湾啊 做各种奇怪的宣导 他把台湾当作是一个什么地方 台湾呢是一个学经历啊 是非常高的一个重要的这个啊 不说是以开化地区啊 他呢一天到晚做这种加强宣导 他到底想干什么呢 总编辑 是一方面呢 他要对于两岸的这样一种情况呢 进行全面的把大陆妖魔化 同时呢 要制造两岸的这种对立 就是要让台湾的民众觉得 大陆的这个各个方面呢 都会对于台湾的构成威胁 要对台湾不利 这就是在一个目的 就是要制造两岸的这种对立 但是我相信呢 美国的这种做法呢 因为说多了以后啊 他就很多的这个漏洞啊 就出来了 刚才讲的 所谓的说大陆要 解放军要进行诺曼底登陆 那显然就是告诉大家 这个台湾岛呢 现在在恶魔的手上 在谁的手上 那就在美国的手上 因为美国已经把它当做 这个自己的一块 这个海外的一个 说在这个围堵中国大陆的一块 这所谓的这个岛链的一块 其中的一块重要的一个势力 所以他现在美国也派 所谓绿扁帽的这个特种部队 也在这里 而且呢三天两头的AIP 这个美国的在台协会的 这样一个高层 三天两头的就会召见 或者直接的去见 台湾的这些这个各级的 这些领导人 直接的对他们进行耳提面命 所以这个当然 这样一个说法 当然就有引起 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呢 那这个智库的这样一个 专家的这样说法 其实也说明了一个实际的情况 确实因为台湾岛 现在就被恶魔控制住了 欧德尔首 看起来美国把自己妖魔化 还真的是不小心说了真话 不过呢我们可以付出一点 他这个妖魔还不是别的魔 恐怕是英国作家 JK罗林底下的福利魔 那么这个福利魔 什么时候会被消灭 就看美国他自己 什么时候把枪口就对着 他们自己的脑袋了 感谢郭总编进展点评 谢谢郭总 谢谢 我等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